现在还有一位观众 他就是在用一个文字的形式向您发问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 是涉及到了不同的专业就业的形式冷热不均这样一个问题 这位观众叫闹心 你看这名字够闹心的 他说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 最近我看了一份研究机构发布的就业报告 说很多前几年所谓的热门专业 其实就业都不太理想 您可能能猜到比如像法学 生物工程 还有计算机 还有国际贸易等等 反而都成了就业率最低的几位 那他想问一下您的是 面对就业形式冷热不均这样一个情况 那您是怎么看待又应该怎么去处理 这个问题要求非常高的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情况 凡是热门的 一定到时候变成冷门的 我说我也睡冷场 就是凡是热门的 到时候一定是真的很厉害的 我们做business的时候我有一个哲学 小时候我的外婆教我一句话 叫人多地方不要去 我发现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才发现这段话多么有道理 老人简单的话 千万去不要感受 但是可是当时可能身不由己 一个大学生高中毕业 哪里知道那么多社会的这个方向呢 所以凡是热门的东西 当时分数还蛮高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他们都去了 这是一个人类没法拒绝的一个现象 现在来说我认为 当然第一还是要招对口的这个专业 相对来说家庭就熟一些很快 如果你完全跨行的话 我认识一个问题 跨另外一行业 但是也不见得 有些好像法律这个东西是很多方面都能做的 不一定到法律部门做律师了 其实就每一个专业来说 它的上面还是很宽的 我相信你在读书的时候 有这个major什么什么 主要是读什么书 还有另外的书也读到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很宽的一个宽泛的一个概念 你读会计以后可以到保险公司 可以到银行 可以到比如说Trustee信托公司 也可以到投资银行 很宽的其实 就是我认为这个专业上 即便这个专业还可以放宽一些 我认为如果在一个专业上非常拥挤 只有马上掉头走 我认为不认为 我们在请员工的时候 对不对 到报到我这边来 我不大赞成 就一定看他专业是什么 我认为罗贵 具体的训练就够了 他罗贵有本事 有勇气 完全不读这个专业的 他有勇气到这边来 愿意做这个事情 我对他的勇气还很可嘉 我绝不忽略一个年轻人 天才般的创造心 和他的这个 让未来人类产生 巨大震动 或者是幸福的这种灵魂和想法 不一定的 很多人都做的事业 和前面做的事 完全不一样都有的事 所以我认为 勇敢地跨出去试试看 也许是个机会 这是我的建议